你家里养宠物了吗? 嗯,我养了两帮宠物,都是些家禽 说实话有点担心两帮鸟打起来 因为它们小时候接触的不多 现在马上又要搬到一起去住 想到上级的鸭子们一直生活在母鸡的强权之下 行动比它们慢,又打不过它们 在我家生活的特别艰难,很难吃上一口饭 几乎挣扎在社会体系的最底层 而这些的克尔亚因为体型更小 长到后更容易在集体中被击欺负 所以我才试图从小把它和小鹅划分到一个阵营 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鹅大哥罩着 他俩打小就敢玩火 是招惹比他们大两三个月的尖锤少年 殊不知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两位大哥自己都有点慌 什么时候可以让尖锤和扁罪们合并为一对 一直困扰着我 别看这位白猫朋友现在没有发动进攻 他们非常气壤怕硬 对于新的入侵者 他们一般不会轻举妄动 而一旦发现对方没有威胁 那就对他不客气了 之所以这么了解 因为本人童年就被击欺负过 这些雷公嘴们 就像天生携带着管制道具 对人类幼崽都相当有杀伤力 如今实力地位的变换 让他们近我三分 但对于比他们更弱小的动物 尤其是比他们小一轮的小黄鸭来说 还是相当危险 那么保护他们的任务 就要落在小鹅的肩上了 不过考虑到他俩是猛禽 也不敢让他们长太大 不然担心火力太强 尖嘴门也不好过 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 先让两位大哥吃饱点 是他们第一次和群鸡正面交涉 大哥你们吃好了吗 面对移动的管制道具 小鸭子倒是泰然自若 你真厉害啊小朋友 情况和我预想的不太一样 两只鹅大哥特别胆巧 他们俩都没敢离开我的脚 两小只已经完全冲了上去 你们两位村爸在干嘛 天天还吃我这么多饲料 白长这么大 鹅的脸都被你们俩丢光了 伤啊 有只小鹅冲上去了 感觉他好紧张 两只小克尔鸭倒是无所畏惧 你看他们两笔鸡都小 都敢跟他们battle啊 你们两个大块头不要切场啊 再补上把饲料还给我 哎 那自己人 可能一直以来我就搞错了 两只小个头的克尔鸭 才是村爸们的大哥 现在毛还没完全长齐的小鸭嘴们 在气势上已经完全唬住了鸡群 以至于数量众多的尖嘴们都不敢还手 目前两个帮派应该实力相当 既然没有了危险 那么电饭包里出生的第二批小可爱也可以安全的入住了 即便是鸡同鸭脚 在短短的几日相处之后 鸡里的关系逐渐融洽了起来 未成年动物之间的友谊很容易建立 但隔代之间的矛盾就没那么好解决了 不过有了一往相隔 鹅弟弟们的胆子也肥了起来 经常打使他和对面曾教训过他们的鹅阿姨挑衅 虽然成年组和青年组还有一点差距 但全员的集体大融合已经指日可待了 家庭饲养上的一帆风顺 让我开始感到有点飘 甚至想挑战牛羊类的哺乳动物 彻底实现淡奶自由 然而还没等我具体实施 手和脚上冒出了很多红疹 而且一直蔓延 试疹有点严重啊 家里养宠物了吗 嗯 不养了两帮宠物 都是些家禽 好的 近期不要接触宠物 没想到皮肤问题到现在都没完全好 昔日的饲养员只能带大家隔岸观情了 使其们都已褪去黄色的绒毛 两只小牙经常溜出网 开心地玩着水 只留下岸上大只得子落地 乖乖地和鸡群们待在一起 一旁的一哥和阿黄 也逐渐长成了威武的大公鸡 希望下次归来 他们还能认出我这位故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导致